好来看看不一样的学习舞台 这是在加拿大的蒙特楼市 有一个专门提供第一民族族人 学习电动玩具设计的训练课程 在课程当中 学生们所完成的作业 都会必须接受专业人士的品鉴 学员必须要把原住民族的文化 融入到电玩设计的概念里面 现在新的世代 想要掌握推展原住民族文化的新的工具 电脑教师里学员们全都盯着荧幕 并且不停地操作滑鼠 电脑荧幕里显示的是电玩游戏的界面 不过这些学员并不是在摸鱼打电动 学员们忙着学习的是电玩游戏的设计技术 学员们之所以很紧张 是因为来到这里上课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充满上课时数 拉斗结业证书就算了 在课程中所完成的作业 都会被拉斗专业人士手中进行评鉴 另外负责这项课程的导师 除了要求学员在技术上 达斗专业要求之外 更鼓励学员张元住民族文化 融入到电玩设计概念当中 在画面里的这一个学生作业 游戏的主角就是一名 EraCry族人 经过长期合作努力 学员们完成多个以原著名族人 观点设计的电玩程式 在结业的时候 这些特地前来验收学员成果的专家 分别来自多家电玩公司 其中更包括国际电玩设计业界龙头之一的 Ubisoft公司 从专家们对游戏的投入程度 不难看出这些电玩作品的水准 专业设计师向学员分享 改善这些电玩作品的建议 这场课程的导师 是一名曾经获得多个奖项的新媒体艺术家 对这一位导师来说 这样的训练课程 除了是为了培养企业技能之外 更是一项原著民族文化发展的策略工具 记者出的真编译